我們接著來講景區的離子複齒 好 從這張圖當中各位可以看到 景區的離子複齒要怎麼做呢 首先 當然微微要先經過清洗 不然再有任何發力 我都會擋住你的離子複齒 清洗完之後呢 會成長一層 遮罩兩化層 遮罩兩化層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在離子複齒這個章節有介紹過 離子複齒我們希望可以控制它的濃度跟深度 但是會發生一個效應 叫做Channel Effect 通道效應 通道效應是因為你要打的材料 是一個經格排列非常好的單晶材料 那使得在離子複齒過去的時候呢 一旦剛好還有一個口洞 你的經格排列原子排序中 剛才有離子複齒的離子呢 沒有撞到你的原子 而是直接Channel Effect下去的話 你就會在原件 基板比較深的地方呢 會找到Channel Effect的因吞進來 所以為了要防止Channel Effect 在離子複齒的時候介紹過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斜漆路角 斜漆路角確保它一定會撞到原子 而不會產生通道效應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呢 離子複齒之前 長一個遮罩氧化層 成長一個薄氧化層 因為氧化層是飛驚狀態 它是飛驚的 飛驚的狀態它規則排列 所以離子不只轟幾個時候呢 一定會被轟到變成Random方向在行進 就比較不容易產生Channel Effect 在離子複齒這邊有介紹過 所以這裡長一個遮罩氧化層呢 它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還有另外第二個效應是什麼呢 長遮罩氧化層還有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今天露出來是螺金表面 細表面直接露出來打離子不只 打的過程中呢 表面會被鋒爛掉 表面的細原子會被打爛 表面的原子會被打爛 就算後來熱退我回來呢 表面的高低落差 原子在加熱的時候會重新排列 那重新排列它會回到它自己的位置嗎 不見得啊 它哪裡方便排就排哪裡 所以表面可能會變得比較粗糙一點 離子不只打完後的表面會比較粗糙 所以你用長氧 你用一個遮罩氧化層的話 可以確保這個表面還是比較平淡一點 確保這個表面平淡一點 所以它這有兩種能用 在實際上兩種能用 所以呢在打離子不只之前呢 通常都會成長一個薄氧化層 再讓離子不只 可以讓細表面比較平淡一點 也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那所以呢 長氧化層之後呢 經常要開光照 只打你想打的地方 比如說我要做P-MOSFET 我只要在做P-MOSFET的地方 打離子不只就好 其他地方不要難 所以需要有光照 打離子不只 離子不只打完之後 就可以把光柱給剝除 然後呢要活化它 要熱退火跟擴散 熱退火擴散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遮罩點化成 遮罩掉 用完了用過幾丟 所以就可以把它剝掉 所以你看到這裡又要再一次熱氧化 所以 一般而言 在早期的電競品呢 你只要做一個Wave 就好 因為如果今天買來的機板 是N型半導體的話 你P-MOSFET 就不需要做Wave 你只要做NMOSFET 需要P-Wave 就好 那如果你買來的是P型半導體 它本來就可以做NMOSFET 那做P-MOSFET 那做P-MOSFET 就要打NWave 就好 就是早期做個Wave 的做法 但是 C-MOS智能技術 非常強調什麼呢 NMOSFET 跟P-MOSFET 的 原件特性要 對稱 都很追求 原件特性要對稱 然後呢 一般買來的C-G版的濃度 都比較淡 都比較淡 所以一旦形成Wave 之後呢 這Wave的濃度 當然會 比 基本的濃度 高很多 因為才能確保 這裡完全都形成NWave 如果這裡是 10的15次方 你這裡 打NMAC 打NWave 又打10的15次方 根據原件物理 這叫Compensating 生命糖大的 你打出來之後 可能是 就變成 你一定要比它濃 至少 好幾倍以上 才可以確保這裡是一個 反派的Wave 所以 兩邊濃度會 對稱 所以後來呢 乾脆說 反正我錢都花了 做Wave 雖然我買的是 T型機板 我做NWave 可以不需要打Wave 但為了要跟 NWave這邊的Wave 濃度呢 兩邊對稱 所以後來就開始發展出 TwinWave 兩個Wave 為了支撐機器 為了讓 NP-Morstack 原件對稱 所以後來就走到了 雙極 就是兩個Wave都做 最後就走到兩個Wave都做 早期是只做SingleWave 但是後來對於原件 原件特性 對稱性 越來越要求 就變成 兩個都做Wave 不要厚死活命 而且這兩個濃度 就可以獨立 就可以穩穩的控制 兩邊的濃度對稱 而且 如果你使用單Wave 你就會有很大的缺點是什麼呢 如果使用單Wave製程 買來的T型半導體 那就代表什麼呢 我這裡在製作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而獨立控制這裡的背景濃度 那也就是說 你採買來的T型半導體 你這裡的背景濃度 就會受限於 你買來的時候 半導體是什麼濃度 你會被它顯示出 可是如果你使用 你一直不只做出Wave製的話 那這裡的背景濃度 就完全可以你獨立控制 你可以額外使用 T型半導體來控制 所以現在都使用的是T型Wave 兩個Wave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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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Wave都做呢 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叫做自對準雙頸 不要理他 因為沒有這樣子在做 沒有這樣子在做 一般都直接用離子不只就可以了 不需要這種 還要帶那個什麼 兩刮變龍 再拿這樣子 我在做而已 沒有在這樣做 直接就是用使用 兩道風照 NWave需要NWave風照 TWave需要TWave風照 就這樣 比如說 最後 最後 最後就是這兩個Wave 我同時要做NWave 我也同時要做到TWave 怎麼做 要打NWave的時候呢 黃光就只開NWave的地方 就這裡 只有這裡透光 有透光的地方 在正光組的情況下 這裡的光組就會被融解掉 透光的話 光組被融解掉 然後打NWave就只會打在 透光的地方 因為光組就沒有了 對 所以NWave打NWave 這裡就會形成一個Wave 那接著呢 再開另外一個光照 把中間這一塊打開 剛剛你打了Wave了 用光組擋住了 接著再開一道光照 TWave打一打 也打PWave把它打進去 好 所以TWave把PWave打進來 好 Wave都打完之後呢 欸 再 退波擴散 直接在退波擴散 就好 然後在這裡呢 他做了兩件事情 你看 他這個地方呢 你會看到他怎樣呢 他做了一次 掌有化成之後 他清洗完之後呢 光照完 離職不值 離職不值 他這裡就做熱腿火擴散了 實際上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這一次做熱腿火擴散 然後我看著要做PWave PWave打完之後 再做一次熱腿火擴散 那他等於是被 加了兩次了 他會擴散兩次了 一般就是打完NW 打完P 再一次熱腿火 你分別熱腿火 深度會不一樣 擴散不一樣 還有 你會多挖一道的錢 你只會想要坑長招 你跟他講 我幫你多做一道熱腿火 錢拿來 這樣子 所以一般 一般會 為了打完才做一次退火 不會每做一次 就熱腿火一次 晶圓不是你想加熱 你就可以隨意加熱 就像炒菜一樣 熱熱 菜質不算熱熱熱熱 最後可能會怎樣呢 可能會變質 可能會炒會大 Wave怕什麼 這種 這種退火 離子不值的退火 基本上都高達千度 至少900度C以上 到1000度 1050度C 很長就到1050度C 很長就到1050度C 上千度的熱退火 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晶圓熱腸的縮之後 他會彎曲 會變形 Wave會Bending Wave只要一Bending 自動對準機台就會對不準 這片就廢掉了 所以熱退火不要亂做 你熱退火 肆無忌憚的做下去 一旦這片晶圓熱腸的說 最後呢 最後整個Wave怕Bending了 這片晶圓就爆飛了 就爆飛了 所以加熱製程越少越好 加熱製程越少越好 所以呢 基本上會NP 會有工作完之後 再一次熱退火 把他對火結束 所以整個會有的基本上 小差一點 所以通常也會把會有的loop 拿去跟isolation loop 合併 因為會有沒什麼技術啊 會有就是怎樣 開黃瓜 離子不止 他沒有牽扯到任何的薄墨的 成績跟時刻 會有的製造完全不需要有 薄墨成績跟時刻 唯一會有的是什麼呢 離子不止之前要洋化一個薄的洋化成績 只要洋化這樣就夠了 所以這一段是小差一點 通常不會出什麼問題 通常會出問題的都是在圖案化 就是有圖案的時候 有時刻的時候會去問 好 所以當會有形成之後呢 接著 理論上離子不止不止是會有 通常在打完會有因本之後呢 然後再打一個因本叫做 隨修Voltage的因本 控制Modal Space的隨修Voltage 基本上會有打完還會打那個隨修Voltage的因本 好 就這樣 剛剛講過 TWale是Modal Space要打一個PWale PModal要打一個NWale Wale打完之後呢 目前基本上還會再打一個前的隨修Voltage 控制ERMOSPAC的随修VORTAGE 因為随修VORTAGE跟通道的濃度強相關 随修VORTAGE跟BOLS電容的通道濃度強相關 那為了要控制好随修VORTAGE 會需要一個随修VORTAGE IMPRANT 一個基本的邏輯電路 或者是現在講的SYSTEM UNTRIPT 我們通常會需要不同随修VORTAGE的電信 從原件物理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就講最簡單了 随修VORTAGE越小 驅動電流會越大 在同樣的電壓下來電流會越大 但是在關閉時候的漏電流會越大 所以通常HighPerformance的原件呢 會朝向VT小一點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省電 你要是LOW POWER的原件 你希望在待機的狀態下領埠的時候 漏電量要低的話你的VT就要大一點 但VT大一點的話暗暗會小一點 所以一般整個電路上面 我們的原件會使用很多種不同随修VORTAGE的電力 來去製作一個完整的電路 所以一片晶圓上面 同樣是MOSPLAY 它可能就會有不同功能的需求 尺寸還是其次喔 我們就講先不管尺寸 光是講需求 各位現在 買來的一些系統晶片呢 裡面可能同時就會有顯示卡功能 可能上面就會有功效卡功能 上面可能還有CPU的功能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機器都要同做這些 甚至還有接孔的地方 還有Input Output的功能 那整個晶圓裡面就會需要有 在Input Output的地方會需要有Io元件 Io元件它的VT 它的Gain Asset的要求會不一樣 那CPU的地方Code Device 它的速度要求跟Asset的要求不一樣 甚至他們的驅動電壓都不一樣 現在一個系統晶片 一個系統晶片裡面會分很多個區塊 我們稱之為Rock 很多個不同的小電路的Rock 而不同的小電路它的驅動電壓可能不一樣 驅動電壓不一樣 它對速度要求 運算速度要求也不一樣 所以它的操作電壓會改變 那就會導致什麼呢 不同區塊的電路 它電晶體的隨修模型要求不同 Gain Asset的厚度要求也不同 更不要講尺寸的要求 絕對會不一樣 絕對會不一樣 所以現在的CMOS製作 不是單純只做出一種N一種E 而是希望有不同隨修Voltage的N 有不同隨修Voltage的E 甚至還需要有什麼呢 不同Gain Asset 所以我們通常會有 Multiple的隨修Voltage 跟Multiple的Gain Asset 會有多重隨修Voltage 會有多重隨修Voltage 跟多重的Gain Asset 會有多重隨修Voltage 跟多重的Gain Asset 有人面對你需要後打承日期消耗 有人面對你需要隨修Voltage 有人面對你需要隨修Voltage 或者隨修Voltage 分別就是所謂的Regular水球Molecule 就是RBD Regular中等 那是什麼呢 HIGH水球Molecule 跟RTRA HIGH水球Molecule 當然有RTRA HIGH水球Molecule 跟什麼呢 RTRA HIGH水球Molecule 所以常常很多在RTRA HIGH水球Molecule的研究裡面 看到VT SoulLess 你會看到 同樣的掉下來呢 就會有分別不同的水球Molecule 會有不同水球Molecule的設計 在小尺寸的情況下 會有很多不同的水球Molecule的設計 不同的水球Molecule 它們的Universal Curve就會不一樣 所謂Universal Curve就是Ion跟Ion 見到RTRA HIGH attachments 這些是LINEER SCALE 這個是LOKE SCALE 就會出現到 Ion大的KNOW 它的KNOW 通常都是HIGH performance 通常都是比較LOW VT そしてLOW VT LOW VT gels 你的ITANA INA нас signs 比较下面的什麼 Ion比較小 school 就開署了 還有我們會看到這種區塊 還有VTR、VT、Low-E 同一個尺寸下也會需要有很多不同的隨修Modage 所以隨修Modage的Inputs什麼時候打 通常在做衛遊的時候 衛遊做完的時候就可以打 衛遊做完就可以打 大家要記得 每一道黃光都是成本 做光照要錢 曝光也要錢 上光組都要錢 所以能夠合併 同一道步驟就做完 通常就合併在一起 所以通常會有 開完衛遊黃光 打完衛遊的Input 有人就會甚至直接隨修Modage 一起打下去 但是衛遊有時候需要擴散比較深 但隨修Modage的Input 通常比較擴散更深的話 那你就只好分開打 就要看需求 有些步驟能合併 有些步驟沒辦法合併 由誰決定 電性決定 電特性決定 因為最後客戶要求的是電特性 他管理裡面幹嘛 對他來講他是哪裡用的 所以 整個Isolation Loop 全部做完之後 蓋房子的地已經蒸好了 接著要看蓋房子 他要做什麼呢 雜機堆疊結構 所謂雜機堆疊的就是 蓋阿閃跟Gate 這樣子直接堆疊的兩層浮墨 就稱之為雜機堆疊結構 所以呢 傳統的雜機堆疊結構呢 蓋阿閃使用的是熱的二氧化系 這時候呢 會 對 為什麼突然講道路 金屬雜機 不要管他 接著 對 當整個位 Isolation都做完了 位 形成的Isolation做完了之後呢 開始要做雜機堆疊結構的話 好 就需要長 氧化層 然後呢 層機多精細雜機 然後十顆多精細雜機之後 接著開始離子固執 而這個離子固執呢 Soft drain的區域 不需要而外用光光定義 因為它有Gate來定義 被Gate擋到的地方 就會被離子固執到 沒有被Gate擋到的地方 就會被打到離子固執 那這種叫做自我對準的Soft drain Self-aligned Soft drain 也就是說 Soft drain在哪裡 由Gate的形狀所決定 Gate在的地方 沒有 就不會被打到離子 沒有被Gate擋到的地方 就會形成Soft drain 所以Soft drain的位置 在離子固執打的時候 Soft drain的位置不是有光光定義的 不是有光照定義的 是有雜機結構定義的 所以這個就稱之為自我對準 也就代表什麼呢 你不需要用光光 它的位置不是光光 它的位置不是用光光 所決定的 Soft drain的位置不是用光光 或光照來決定 它是由下面的結構 來所決定的 這就稱之為自我對準 不需要人家幫你對準 不需要機台幫你對準 直接Gate的結構就可以對準 所謂的Soft drain 但是打離子固執還是需要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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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N型MOSFARE要打的是N-Type P型MOSFARE要打的是E-Type 所以通常還是需要一個很大的光照 我要做N型Input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用光組 把所有的PMOSFARE遮住 這樣NPLUS會打在NMOSFARE 所以打離子固執基本上都需要開光光 很少會出現那種Global不需要光光 就可以完全打敏門了 很少幾乎沒有 所有在打離子固執都需要差異化對待 為什麼 因為上面同時有很多種不同的鏈體 而且還有N有E 而N跟P型MOSFARE要打的太平就不一樣 所以雖然Soft drain不需要有光光定義 但是NMOSFARE跟PMOSFARE的D 地區還是要用光光去定義 所以在打N型MOSFARE的Soft drain的時候 就需要開光光 上光組把PMOSFARE的地方遮住 然後讓Inputs打在N型MOSFARE上面 那離子固執之前介紹過 後來又發展出不是直接打NPLUS 直接不是直接打NPLUS的Input 它會分兩步驟 它會先打所謂的D3打NPLUS 前面講過NPLUS的負面是為了要降低電場 降低電場分量呢 可以降低熱載子效應 降低熱載子效應 它是為了可靠度存在的 它是為了可靠度存在的 所有的製程步驟都是為了變特性 都是為了變特性 變特性才是最後的一位 因為原件在打很濃的時候呢 因為原件越做越小 短空道效應越來越強 導致什麼呢 導致WELL的濃度也會提升 或隨充光學的濃度提升 那就導致說Soft drain的地方 跟Channel地方 會形成一個很強的PN junction 就是很濃的PN junction 很濃的PN junction 就會導致我們呢 PN junction的企業面出的電場變得很強 電場變得很強的情況下呢 在原件在操作的時候呢 橫向電場變得很強的情況下 電子的加速度會變大 電子的速度會變大 電子的動能會變大 所以電子的動能變大 它就很容易產生impact organization 撞擊動架件的電子 打斷動架件 就會破壞信機格 它就會破壞動架件 破壞信機格 倒就損毀元件 所以為了要降低這個很強電場 就必須要降低PN junction中的 殘炸濃度 所以就發展出 把Soft drain 靠近Channel地方的Soft drain濃度調淡 那調淡的這個區域呢 就稱之為 Likely docked的Soft drain 稱之為LTE Likely docked的Soft drain 那重點主要是在Drain 只是因為MOSPAY是對稱性結構 通常一打就是受Drain都會打 但是重點是在Drain 因為impact organization 這種碰撞游離現象 主要是發生在Drain 因為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到Drain的地方 MOSPAY主要會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 在電子學的時候各位學過 MOSPAY在放大器時 或在電路上時 都是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 所謂Saturation region 就是靠近圈端的通道會Pitcher Pitcher的情況下呢 在圈端就會有一個很強的橫向電廠 所以為了它電廠降低 就會靠近圈端的參打濃度調降 讓PM junction濃度調降之後 它的電廠就會調降 就可以比較抑制熱電的效應 可以降低這個漏電流 改善高度特寫 那要做LDD的話呢 就這樣 LDD的行程 就必須要用到我們在CDD之前 講到的側面空間層 Cybospacer 原本N-Plus直接在GAME旁邊 就要當N-Plus 但是就是怕太濃了 怕跟通道這個界面處的N太濃 所以故意怎樣呢 在N-Plus在靠近通道的地方呢 用一個N-來代替 所以變成GAME的時刻完之後呢 先擋N- 把它比較淡的N 那這裡的PM junction濃度就會變淡 那它的電廠就會下降 可靠度就會變好 然後呢 再用Cybospacer 之前講過怎麼形成 利用CDD薄末 State coverage的成績 然後用該時刻 直接往下時刻 就吃出Cybospacer 那Cybospacer做完之後呢 就可以再拿N-Plus 那再往N-Plus的位置 就會你GAME的位置 多了一個Spacer的寬度 所以這Spacer就是來隔絕 LVD跟N-Plus之間的空間 所以Spacer項目就是LVD 那Spacer項目就是N-Plus 但是一根高溫加熱 它還是會測向過散 還是會測向過散 所以呢 為了要保持電燈 如我們預期 加熱退火的時間 就要很快 所以呢 我們在加熱製程 介紹過 從早期的乳管加熱製程 到後面的快速加熱製程 RTD 就會使用RTD 為了避免這裡的N-Plus 我好不容易做到把N-Plus 離通道遠一點 如果你還叫做傳統的乳管加熱 長時間加熱 它會擴散過來了 那你自己的N- 怎麼就百搭了 又被N-Plus整個蓋過來了 所以呢 快速加熱製程 很重要 所以 因為 研究離子固執的部門 負責離子固執的部門 它會連那個RTD 綁在一起 因為 因為這部門控制的就是DOTEN Profit 整個DOTEN的Profit 都要控制 對原電特性而言 我只有一個終極的Profit給你 可是要怎麼達到最後的Profit 你們自己去開發 看你要搭配怎樣的離子固執的濃度跟深度 搭配怎樣的加熱時間跟溫度 我最後是要求我的最後電熱性要達到我要的 那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離子固執跟 退火 這兩個步驟的整合 或者這兩個步驟 它要怎麼搭配 這個搭配 那這一個步驟呢 基本上屬於Diffusion這個部門在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未來你要負責Diffusion的話 你要嘛就負責給阿塞 要嘛就負責 這一個 Junction Inflate 自己看著辦 各樣的遭密跟他 好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製程步驟 都為了電特性的要求所做的 所以整個Gate Step Loop 在Isolation Loop的結束後 記得就知道Gate Step Loop 就開始需要長氧化層 清洗完之後長氧化層 長氧化層之後呢 沉積多氧氣 沉積完之後開黃光 用雜集光照 定義出雜集的位置 10顆多氧氣用的是綠喔 用的是綠 Dry H 然後呢 光阻去除之後呢 接著 多氧氣退火 現在還不用 現在還不用多氧氣退火 等離子不止打完後 再一一退火就可以了 所以 雜集形成之後呢 接著打LED的Inflate 那這時候雜集旁邊 所以馬上就是淡的N- LED打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開始製造Spacer Spacer怎麼做 沉積一層CED朴墨 它用的是Nitron 沉積Nitron 沉積Nitron 接著呢 回石刻 用乾式石刻 直接回石刻 把平坦表面的那個石刻掉 那側壁就自然出現的側壁層 那側壁層出現之後呢 接著開始打 Soul-Drain的N-class 打的意思不止 那這些被遮住的地方 都沒有打到 那這邊以外的地方 就打到N-class 就打下來 N-class打完之後呢 接著再做個熱退火 熱退火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 在打N-class的同時 不只是受罪被掺雜的 連Gate也會被掺雜的 所以這時候Gate的掺雜的開口 會跟你受罪的掺雜的開口一樣 所以對N-class而言 它的受罪是N 它的Gate也是N 它的Gate也是N 因為在離子不止的過程中 Gate也會被打到離子不止 那這個地方呢 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個Sylospacer 你可以選用Nitron 你可以選用R3 選用Nitron會有一個很大的曲綿 在電競上 就是各位在聽電子學的時候 非常害怕的頻率響應章節 頻率響應章節告訴我們什麼呢 Modspac會造成高頻響應的 就是所謂的CGS CGD 而CGS CGD 就是Gate to source 跟Gate to drain的電容 而這個電容 不只是來自於Overlap的部分 甚至還有這個Fringe電廠 因為你Gate跟Source之間的電壓 或Gate跟 drain之間的電壓 側電地方就會有電場 也會有電力線 這裡會有一個等效電容 我們稱之為Fringe effect 邊際電場效應 而你這裡使用的是Nitron Nitron的Permitivity比較高 它的界電係數比較高 高達7.5左右 所以這裡的等效電容會變大 如果你使用R3 電容比較低 使用Nitron 這裡電容會變大 那你的CGD就會變大 你這個效應一下來 一加劇的馬鈴乘上去 你的高頻效應就會變很長 所以 即使是用Nitron 通常會很棒 通常會很棒 但是K值會變大 所以通常這個地方呢 如果K值變大的話 你要小心的是頻率效應 不過 大家既然已經選擇 固態電資的效果 那就是設計上的問題 但我們平時而來 我們從此不用再拐什麼 培養效應 不懂就不懂 但是告訴你 為什麼會去學電子學 就要知道 我們研究的東西 將來是用在電路上 電路上的考量是什麼 然後原件什麼東西 會跟它搶相關 我們要知道我們客戶Care的是什麼 好 所以 剛剛做完整個前段MOSPAC之後呢 告訴各位 客人這邊就提到 隨修MOSPAC要改正 我們在下全期的固態電子元件2的時候 會講到MOS 跟MOSPAC的VT 而VT 影響VT的因素有什麼 影響VT的因素 GAC的WOFUNCTION 如果你是HOLDGAC的話 那就沒有這考量了 因為它是固定 再來是什麼呢 GAC的後路 大概一個更重要的就是什麼呢 通道半導體的參加濃度 而在半導體之神 常要來控制隨修MOSPAC 主要問的就是離子固執 要用離子固執 用什麼 低能量的低電流 在細晶圓表面 在通道的地方呢 打離子固執 打離子固執 如果不打這個離子固執 我們一般做出來的隨修MOSPAC 會偏大 會偏大 也就是MOSPAC的隨修MOSPAC 會很正 PMOSPAC的VT會很富 這是一般的結果 如果你做完WOF 直接做MOSPAC的話 你的隨修MOSPAC 就會比你一起了 或是在電路上使用 客戶所需要的VT 還要來得大 所以我們要打離子固執 只要把VT變小 那對MOSPAC而言 要讓VT變小 那你就不需要打N-Type 在圈套上面 打N-Type的參檔 在MOSPAC的表面的話 它的VT會下降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PMOSPAC而言 你要讓PMOSPAC VT變得比較沒那麼富 你就讓通道裡面 給它打一些P型元素進去 你就可以降VVT 隨修MOSPAC的固定 就是需要這麼多電壓 才可以形成通道 所以你要讓隨修MOSPAC下降 你就是怎樣呢 你就是要先掺杂一些 跟你未來通道相同派的東西進去嘛 也就是MOSPAC要形成電子 我VT大就是我電子很難形成 那我就讓你的表面掺杂多一點電子 那我需要的電壓 新增電壓就可以下降了 所以MOSPAC的VT英文會打N PMOSPAC的VT英文會打P 好 所以一般而言 隨修MOSPAC的調整是在 ISOLATION結束之後 ISOLATION結束之後呢 原則上你的WAIL也做完了 ISOLATIONWAIL做完之後呢 在掌GATE、ASTAGATE之前 你就要先完成VT英文 否則當你GATE STAG上去之後 你GATE都已經在那邊了 你還要打穿你的雜機到通道的話 那你整個GATE STAG就爛掉了 因為離子不是打穿過去都會碰撞 碰撞過程中 就會把你的原子打爛掉 所以呢 一定是在WAIL行程 GATE STAG之前 就要打離子不是 而且在打離子不是之前呢 都會先只拿一層薄的新生氧化成 好 這時候又出現一個可以COST DOWN的地方了 所有的IMPUL都要打一個氧化成 然後氧化成打完離子不是之後 你用剝掉 那我為什麼不 一開始升上那種剝的氧化成 就衝不到我不要剝 等我所有離子不是打完之後再剝就好 那我終於就可以省很多到氧化的步驟了 所以呢 實際上會不會有這麼多氧化步驟 不見得 要看每個公司的政策跟路 想要省錢的公司呢 他就是在 第一個離子不是之前 長了一個氧化成 打完那個IMPUL之後 他不剝掉 他的所有IMPUL全部打完之後 都退我完再一層剝掉 他還可以省掉很多次氧化成 但是在課本來講 為了要努力了解的話 他每個帳就告訴你 打了IMPUL之前 記得要清洗喔 清洗完之後要長氧化成 長氧化成之後 開黃光之後才可以當氧化成 他後面沒告訴你剝掉 他又整整剝掉了 去黃族退火完 就不要了 就去除他了 那那就來啦 我IMPUL SPACE的民體打完 他要打IMPUL SPACE 那我們現在要打IMPUL 是要再重長 重長氧化成 而且長氧化成不要忘記喔 長氧化成這個步驟 溫度也很高大 900度系上當1000度系喔 所以在長氧化成的過程中 你的離子不知 又會再一次的熱退火擴散 所以設計到完整路合 跟設計一個完整的製程步驟 SERMO CYCLE要入 熱退火要入 很容易不小心 你一個熱退火 你原本當初設計了DOPEN的位置 就會同樣 DOPEN profile就會同樣 所以SERMO CYCLE很重要 SERMO CYCLE很重要 每一個SERMO CYCLE要做之前 就要想 那現在原件已經有什麼了 如果已經有DOPEN在那裡了 你就要知道 你這一次再加一個SERMO CYCLE 都會不會同樣 而退火的高溫跟氧化都是高溫 整個半導理製造技術裡面呢 高溫就是高溫的熱退火跟熱氧化 這兩個溫度都很高 都高達1000度 都在1000度系左右 氧化是高溫啊 所以現在都盡量少去控高溫 接著離子負值呢 所以現在各位 離子負值的功能現在有幾個了 一開始最早有一個ISOLATION的IMPRINT 後來做會有要需要有一個會有IMPRINT 這樣告訴你調整電機器的隨修VOLT 也需要一個隨修VOLT的IMPRINT 而在做最IMPRINT的時候呢 又還要有一個LED的IMPRINT IMPRINT會越來越多 告訴各位 而且每一道IMPRINT就是加價 就是要加錢 那還有一個IMPRINT叫做 N-TIME-PUNCH輸入IMPRINT 其實這些IMPRINT都是為了電特性啊 但是我很擔心 各位現在元件物理的水準很差 講的也不懂 我在想要不要講這個PUNCH輸入IMPRINT 好我們來看一下 PUNCH輸入IMPRINT的目的是什麼 什麼叫PUNCH輸入呢 所謂PUNCH輸入是大家想著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PUNCH輸入IMPRINT 沒有這個PUNCH輸入IMPRINT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裡是N-PLUS 中間是P型半導體 這裡是N-PLUS 所以一個MV是兩個PUNCH輸入 一個MV會存在兩個PUNCH輸入 就是Source strength跟通膏 這個好醜 讓我們來看 有電話化 好 好 好 一般多數量長這樣 N-minus 為了要降低什麼呢 降低這裡的電廠 降低這裡的電廠 但是這裡是N-plus 所以控罰區而言呢 這裡的控罰區 minus的地方他就吸收部分的控罰區 plus的地方他幾乎就沒有控罰區 他把控罰區全部給P-承擔 因為偏將全告訴我們什麼呢 控罰區有無數蛋的地方 主要承擔 就是1-side junction 所以控罰區大概會長這樣 可是呢 千萬不要忘了 Source的地方通常是接過 而Drain的地方呢 通常接電壓 所以Drain的地方跟Subtrain的地方 會形成一個反向平壓 反向平壓 讓控罰區變大 讓控罰區變大 而當圓禁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呢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呢 這兩邊Drain的這個控罰區 Source的控罰區呢 就很容易接觸到 當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 兩邊一接觸到 原本應該是ISO的 一接觸到之後呢 再一次就可以圓禁越過 這就稱之為Ponch 這就稱之為Ponch 原本中間應該存在一個中性區 在這裡 可是現在兩邊的 因為兩個通道是越來越短 兩邊的控罰區很容易就Touch到 這就叫做Ponch 所以為了讓兩邊的控罰區 不要控到 就故意打一個 比較濃的P泰在這裡 因為這裡的P泰會比下面的這個PC的 還要濃一點 使得控罰區呢 可以被這一個比較濃的P 給吸收掉 因為參卡濃度偏濃 控罰區寬度可以變長 但是它又不能夠整個濃 因為整個會有的濃度一濃 你的BT又太大 隨修波體又會大幅上升 而且這裡的整個P 你會覺得為什麼把整個P變濃 整個P變濃 所有的控罰區都會變在嗎 但是不要忘了 控罰區變在的同時 你的電廠就變大了 電廠變大可靠度又有問題 所以通常只希望局部調整就好 會發生Ponch的地方局部變濃就好 會發生Ponch的地方局部變濃就好 其他地方不要變 因為中間不變 它只要讓焦顯能切面的地方 局部濃就好 所謂額外打這個N-Type Punch 15 故意讓這裡的P的濃度 比未有的P的濃度還要濃一點 讓這裡的控罰區 跟這裡的控罰區寬度變窄一點 那它比較不容易讓兩邊控罰區 接觸在一起 正稱之為Punch 15 所以不懂原件物理的人 會看很多製程 其實很多都不曉得那個幹子 所有的半導力製程步驟 都是為了點特性著想 所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其實也無所謂啦 你就做好它就好 但是你可能就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就是做好它 你就可能只是其他前輩到處 就是這樣叫做這樣 比拜神說這樣 不這樣做會不行 我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 原件物理跟半導的製造技術 這是我們獨開電子的兩把刷子 好 介紹完會 介紹完VT之後呢 接著課本描述了 描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45奈米的時候 或是台灣28奈米的時候 出現一個很大的升起點 就是雜質堆點結構 我們剛剛所講的雜質堆點結構 是漲 是長熱的氧化層 雜質氧化層 是用熱氧化的方式 然後用鍋機性的彈當雜質 可是呢 這個技術呢 一直在2000年的時候 Intel直接宣布 他在7年後 2007年 他認為 沒有辦法再萎縮下去了 他要換材料 他要換材料 他覺得 雜質的這個 氧化層呢 露面很有拍大 MOS 是一個電容結構 絕緣層本身就是一個電容結構 而絕緣層的電容值等於什麼呢 阿載厚度分支界面長數 VLSI在發展的時候 不只是尺寸在變小 阿載的厚度也在變弱 因為阿載的厚度變弱 西阿載會變高 西阿載一提高 MOS的電流會上升 驅動電流變大 原件速度可以更快 這就是我們講 Performance會變好 效果會更好 但是電容要變大 你如果靠的是阿載電保 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漏電流 漏電流 因為現在的絕緣層的厚度 已經小到 只剩下 一個奈米左右 一個奈米是什麼感覺呢 一個奈米大概只有幾個原子層而已 只到了幾個原子層而已 所以這時候就會發生很嚴重的量子穿穿效應 就會發生到很強的量子穿穿效應 使得他雖然是絕緣層 他的bake game很大 但是因為厚度太薄 厚度太薄就會導致 在恆代舞當中操作的時候呢 卡達軒被電子 因為在阿載的厚度太薄 直接量子穿穿 擋不住電流 也就是這個絕緣層已經沒有絕緣的效果 所以怎麼辦呢 他於是intel在2000年的時候 就提出說 遷循的力度 他就提出說 這個我們要換材料了 阿載不可以再保下去了 IBM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模擬出 這個肉電流是受不了的 所以他決定要換材料 換材料換什麼材料呢 我的阿載厚度不能保 甚至要厚一點 可是我的電容 這個地方不保 甚至要真厚 可是我的電容值還是要上升 只剩下一個solution 就是想辦法讓界線長數大幅提高 因為界線長數提高 你的電容值就可以提高 不需要新生厚度 甚至厚度還可以厚一點 所以這種高界線長數的絕緣層 稱之為 Pi-K-DI-H 這K就是DI-H constant 所以要進入到 Pi-K-DI-H的系列 好 我們今天要休息一下 這部分又扯到部分的原電位 我再考慮一下 我要講 還是我們就職人講自己想 原電位是另外一個客人 謝謝